男主是魔王军最强大的魔术师 在他的率领下 魔王军战无不克 仅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 他们就占领了极难攻克的城镇阿森诺 而每次战争结束后 男主见到那些受伤的人类 心中总是充满了罪恶感 因为他的真实身份也是人类 在婴儿时期 他被魔族史上最伟大的魔术师龙贝克警方 对方并没有在意他人类的身份 不仅抚养他长大 还成为了他的师父 将自己所有的魔法和知识都传授给了他 临终前 他让男主绝对不要脱下这个面具和长袍 如果真实身份暴露 魔王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因此这十几年来 他谨记师父的遗言 从不在人面前卸下伪装 就算是独处也会设置结界 但他没想到的是 坚守了这么久的秘密 今天居然被轻易地发现了 其实男主比少女更想哭 因为他守护了20年的秘密 就这样被人发现了 但战争刚结束 男主也没有这么多时间管他 而是将他暂时关在房间内亮一遍 打扫战场的时候 由于男主下令 不准对镇子内的百姓下杀手 但这完全不符合魔族的做法 很多干部都提议 要杀帮城镇内的人类 并放火烧毁房子和街道 而男主则表示 如果杀帮人类 他们该向谁收税金呢 并且阿森诺是贸易都市 如果没有人居住 该由谁负责贸易呢 所以屠杀人类并没有任何好处 经他这么一说 猪头人也是能够理解 当然这也算是男主能够为人族 做的最大贡献了 他向镇子上的居民们 收取的税金并没有增加 和城镇被占领前一样 这令百姓们感到十分震惊 而在交代完一切事以后 他忽然被神秘力量给传送走了 原来这只是一个小玩笑 这个魔女是魔王军第七军团团长瑟菲洛 是男主的顶头上司 也是唯一一个知道他真实身份的魔族 从小看着他长大 现如今见到他如此实力 也是相当欣慰 而这次找他来 是魔王想要召见他 因为他仅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 就占领了极难攻克的城镇 这引起了魔王的注意 来到魔王城堡附近 为了避免被守卫失破身份 瑟菲落在他身上设下了障眼法 守卫们见到他身上强大的魔力 自然就不会怀疑他的身份 就这样非常简单的通过了第一道关卡 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这是他第一次见魔王 现任魔王第六天 他仅用了一战 就推翻了魔族打不过人类的战况 是魔族最强大的男人 据说他残忍又冷酷 只要是无能的人 不分敌我都通通会被杀掉 而有能力的人 不管手腕或魔力有多差 他都会尽力提拔 单纯地以能力高低去评价一个人 这也为魔王军带来的改变 魔族生来就缺乏协调性 经常发生同族相争 在现任魔王的管制下 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 要见到如此强大的角色 男主还是非常紧张的 万一被发现了真实身份就完蛋了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魔王召见男主过来 表面上是因为 他仅用了不到一周 就攻陷了那个坚不可摧的阿森诺 而真正让魔王感兴趣的是 他的工程手段 不杀居民 不处罚负责人 以几乎无血的形式开成 这完全不像是魔族的做派 男主立马解释道 他的做法是受到了恩施龙贝克的启发 人类虽然害怕恐怖 但不会对恐怖屈服 杀了人类的统治者 由魔族当统治者的都市 和人类继续当统治者的都市 只要比较两者的生产性 就知道哪边对我军有利 而敢让男主说出这种话的原因 也是在短短的一瞬间 他从现任魔王的身上 看到了恩施龙贝克的影子 对方可能也知道 过去存在的文明 然后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为魔王军带来的改革 所以自己的话 对方应该能够听得进去 带魔王走后 男主瞬间瘫了下来 虽然只是几分钟的交谈 就已经把男主吓得够呛了 回到城镇后 之前见到男主真实身份的女仆 在椅子上睡着了 被男主叫醒后 立马又回归到了卑微的 求放过模式 而男主自然不会杀她 但也不会放她走 而男主在这次战争后 也接受到了魔王的赏赐 这座战争最前线的城镇 从现在开始 就是他的领地了 他的任务 就是保护这座城镇 然后让这里的税收翻倍 这虽然听上去是赏赐 但更像是惩罚 因为这里随时可能 有人足弓打过来 保护已经很困难了 更何况瑟菲洛攻占这里的时候 有点复活 城镇变得破败不堪 别说税收翻倍 维修就要花上很久的时间 为了能够 让城镇快速地恢复正常运转 他让魔王军和人类一起维修阵子 他不仅不过度使用劳动力 还适当地发奖机 工人们的士气大震 他的手下 也是第一次见到这副景象 人类居然和魔族共同合作 而且工作效率如此之高 这个人绝对是个天才 男人意外地发现 自己在成为魔族最强法师后 不仅得到魔王赏赐封位了领主 就连桃花运的数量 也跟着夸张起来 平时两个小迷妹抢着 和他贴贴也就算了 更是一觉醒来 就发现自己在美女上级的闺房 自从当上城主后 男主每天要操心的是变得格外多 只因他把守的城池 位于人魔两族的交界地 随时都要预防人类工程 于是为了被强占先机 男主就带着女仆沙地 潜入了人类城镇 想偷偷打听人类军队的消息 可刚走一回沙地 就被街边的小贩吸引住了 小贩先是将球装进杯子 接着快速和其他杯子交换位置 只要猜对球在那个杯子就能云前 剑撞沙地当即选了一个 但此时的沙地却是身无分文 小贩刚想叫他走开 可他突然发现沙地身材似乎很不错 随即表示可以用身体来堵 就在小贩准备掀开杯子时 不料所有杯子凭空漂浮起来 也是这时沙地才发现 没有一个杯子里有球 显然小贩用了作弊手段 结果夏淼就被先前输钱的人团团围住 也是这时男主将沙地拉回身边 原来刚才正是他出手让杯子漂浮的 小插曲过后 两人继续四处侦查情报 因为魔族势力在新魔王的带领下越发强盛 许多大国都停止了内斗 开始结盟一致对敌 光是得知这个情报 就让男主觉得这趟来对 却殊不知就在他准备返回时 先前的小贩带人找了过来 并扬言要把沙地抓回去当自己奴隶 闻言男主立马观察了四周 在确认没其他人后 直接动用魔法将小贩两人控制住 面对这种人面兽心的人类 他可不会手软 接着男主又询问起了军队的行动 为何这么急躁 可不料就是这一问还得到了意外之喜 原来这个国家的高层想抢在联盟之前 先攻打男主所在的城池 回去之后的男主迅速开始思考应对之策 但不曾想期间布下 莉莉丝竟然和沙地开始争风吃醋起来 纷纷表示自己才是男主身边最亲近的人 而这就让男主头大了 他根本没办法好好处理正事 得亏副手即使感到暂时化解了两人矛盾 很快当天下午 一个骑士团长就带领部下准备发动气息 然而男主对此却是早就过好的局 什么骷髅兵和兽人 都被他安排到了最佳位置埋伏 就这样人类一方还没正式进攻 就被男主用最小的伤枉打得节节败退 但让男主感到意外的是 对方军团的领袖似乎不容小觑 在察觉被埋伏后第一时间就下令撤退 这种魄力和决断力可不是一般人有的 然而还不等副手多高兴一会 一发后方的箭矢就精准射中了男主 这种伤害虽说对正常魔族都不足为惧 可男主真实身份却是人类 本以为会就此凉凉 但等男主醒来却惊讶发现自己躺在了床上 而且身边睡得正香的就是他的上级 原来在男主受伤后他立即就赶了过来 并用独家秘书完美治好了男主伤势 至于治疗过程则是不言而喻 见男主身体没什么大碍 上级留下一句让他小心不要暴露人类身份就离开了 看着那根射中自己的箭 男主不由得有了两个猜想 要么是有刺客提前潜入了城里 要么就是他的部下中出现了叛徒 但现在还容不得他多想 早就担心男主的两女就冲了进来 眼看两人说着说着又要吵起来 一只大手突然将莉莉丝甩了出去 原来是副手来汇报正事 据他调查得知 先前准备攻打他们的骑士团 团长因为攻城失败 此时已经被关进了监狱 于是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想 男主决定亲自去会会对方 但不料莉莉丝却是偷偷跟了鬼 事已至此男主只得同意一起行动 然而随着小恶魔莉莉丝的加入 男主原先制定的潜入计划直接变成了正面床 不过虽然安全性减少了 但效率却是大大的提高了 趁着莉莉丝牵制守卫的时候 男主很快就找到了关押骑士团长的房间 而这团长不出男主所料一点也不简单 不仅没丝毫惊慌 相反还拿着小刀直取男主要害 只可惜男主一招铁扇靠就把他按在了地上 见到对方真容竟是个女人 男主有些佩服的同时也问出了自己的问题 团长究竟有没有在城里安插刺客 可不曾想此言一出 团长却是怀疑起了男主身份 毕竟魔族几乎没有像男主这样心思甚密的 男主为了调查暗杀事件 来到人族监狱 卫兵们也因此将他包围 而随着男主的一声咒语 周围人的动作突然变得跟蜗牛一样 但也有些实力强悍的卫兵并不受影响 男主也只好发起反击 大块头很轻松地压垮了平台 就在要触地的瞬间 男主巧妙地施展魔法将他保护下来 可是这一操作却被黄毛看在眼里 不禁对他的行为感到困惑 就在这时黄毛脚下的平台也突然崩溃 人直坠而下 没想到男主却接住了他 他先是否认了自己是人类的事实 接着向黄毛问道是否是他派人暗杀自己 而固执的黄毛坚定地认为自己身为王国骑士 跟魔族无话可说 要杀要把戏听尊便 男主没办法只好使出独心术 不料这一幕却被莉莉思索发现 男主很快就有了答案 便转身离开 但是黄毛并不知道他对自己做了什么 以为只是来取笑自己的战败 可男主哪有那么无聊 即便黄毛什么都没说 他已经窥探了黄毛清澈的内心 知道了暗杀确实跟他无关 甚至在临走时还鼓励了黄毛 不要因为一次失败而沮丧 回到城里的男主马上集合了全部团员 他站在高台上整理着之前得到的全部线索 很快就得出间谍就在自己军中的结论 随着独心术的施展 每个人的思想都尽收言底 谁也别想躲过 下一秒他已经出现在一个哥布林面前 让男主找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赛菲罗 报告关于军中间谍的情况 虽然他在洗澡 但不妨碍早已习惯的男主边看边说 现在塞菲罗更关心的是幕后之人 而男主不负所望地指出 正是第七军团的副团长杰斯主导一切 这个答案并没有让塞菲罗吃惊 对于这样的老功臣应该如何处理 倒是让男主犯了 第二天男主会见团长的消息 已经传到杰斯耳中 而自己派去男主那边的卧底 也传来了失踪的消息 自己显然已经被暴露 既然这样杰斯也只有集结战 拼个鱼死网破 而就在这时男主却独自送上门 杰斯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必须带上士兵热烈欢迎他 士兵们已经缓缓将男主围了起来 杰斯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尾名了 毕竟他的军力可是男主的两倍以上 再加上现在男主孤单一人 又能掀起什么浪花 话音刚落 天空中雷雷陨石一个个地朝着地面砸去 士兵们惊慌失措逃命都来不及 原来是塞菲罗已经开启了狂轰乱炸模式 而见此情况杰斯立刻小兵拖住男主 自己却从事先准备的隐秘通道逃离出城 本以为已经逃出升天的他 突然受到火球的攻击 原来男主事先已经在他身上放置了使命 从而跟踪到此 虽然杰斯顺利反抗 但是毕竟他并没有男主光环的存在 每几个回合就被男主制服 虽然男主希望用温和的手段 让他说出其他同意 可是作为叛徒的命运注定 使失败他成为弃子 事先至于体内的毒素迅速生效 哪怕是男主的解毒术都不起作用 谁知当晚魔王便召见了塞菲罗和男主 塞菲罗当然清楚 说了什么而来 当即说出了主谋 便是第三军团长 男主和瑟菲罗从杰斯的口中 得出了幕后黑手 就是第三军团团长帕斯迪欧 并立即上报给了魔王 却没想到对方早一步恶人先告状 帕斯迪欧声称塞菲罗是故意杀死自家副团长 再嫁祸给了他妄图陷害他 目的是为了吞并他的第三军团 魔王面对两方完全不同的致辞 虽然他知道帕斯迪欧野心勃勃 也知道塞菲罗不会做出那种事情 但是杰斯已经死无对证了 所以双方的话都没有证据 于是魔王采取了魔族最常用的方式决斗 胜利的一方说的就是正确的 而这次的决斗并不需要双方亲自上阵 而是各自作为指挥率领武士之傀儡兵 将对方的傀儡兵全部歼灭极为胜利 输家则是当场丧念 不过可以找代理人参加决斗 男主感觉有点过于沉重了 这场决斗可是关乎你的性命啊 万一我输了怎么办 而瑟菲罗则觉得这是更合理的作法 这场决斗主要考验的是指挥能力 而你作为指挥官的实力早就已经超过我了 为了寻找获胜之法 男主早早的来到了决斗场 专研这些傀儡的使用方法 每个傀儡能力都毫无差异 控制起来也非常简单 不需要过多的魔力消耗 完全就是考验指挥能力 不过他们使用的武器可以自由发挥 这可能就是变数 男主回到府邸后还在思考破局之法 只要手持武器 不靠近敌人也能攻击 长剑优于短剑 长枪优于长剑 尽量拉开距离攻击 是获胜的关键 但这一点对手也应该明白 问题是怎么才能拉开距离呢 忽然小女徒想到 他以前府邸的老爷经常使用十字弩 攻击距离就很远 这给了男主灵感 十字弩确实不错 但还不够 需要一种对手没见过 但比十字弩更强的武器 男主忽然想到了步枪 无论是威力还是射程都比十字弩更优秀 这种武器可以打到百公尺外的地方 到时候就可以单方面发起进攻了 但如何制造步枪则是另一个问题 好在他认识这个世界最强的炼金术石 也就是他的顶头上司瑟菲洛 他应该没有造不出来的东西吧 但没想到的是 他一去找瑟菲洛就吃到了闭门羹 对方称自己做不了 也没有兴趣做了 你自己去想办法吧 男主有点无语了 这可关乎你的性命啊 还这么悠闲 洗完澡后 男主准备自己研究 忽然魔王出现在了他的湖底 男主瞬间有点慌了 自己全身就裹了一条毛巾了 他人类的身份不就完全暴露了吗 他没想到师父龙贝克 居然早就将他是人类的事情告诉了魔王 而魔王也不在乎他是不是人类 因为他知道男主是龙贝克的传人 而他想要实现的梦想 男主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得到了步枪后 接下来就是制造子弹了 这一次瑟菲洛并没有推辞 听完男主的要求后 瞬间就制造出来 严重怀疑上次他是故意的 一切准备就绪后 双方选手入场 男主这边的前排傀儡兵身上 除了盾牌什么都没有 对方的傀儡兵全身披着的 都是能弹拍弩箭抵挡长枪的 最高级的金属 所以他自信满满 以为自己胜券在握 而且这种金属是魔王赏赐给他的 他认为魔王肯定是站在他这一边的 而男主自然知道魔王不会害他 难道这是一种考验吗 要成为他的助力 必须要能够赢得了这种程度的战斗吗 裁判一声令下 决斗正式开始 对方先发制人 无论是弩箭还是长枪的进攻 男主这边单凭一个盾牌 完全无法抵挡 瞬间就显露出颓势 但这也是男主的策略 待对方放松警惕之时 后排兵就持着步枪出来了 热武器出现在冷兵器时代 完全就是碾牙 无论多么坚固的金属 都无法阻挡火药的威力 战斗瞬间就结束了 男主取得了胜利 而落败的帕斯迪欧 则是要丧命的那一位 面对死亡 对方也不装了 直接反了 他在会场内埋伏了大量的军队 并派士兵暗杀魔王 第三军团团长帕斯迪欧 由于输给了男主 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 于是便接干而起 在场的士兵们都没带武器 被早有准备的第三军团 打了个突不及防 现任魔王被暗算生死不明 面对这大好局势 帕斯迪欧准备自立为魔王 而对于男主这个人才 他也想极力拉罗 并封他为第七军团团长 但在男主眼里 他不过是个卑劣的手下败将 而且就这些兵力 他也不放在眼里 面对骷髅兵的弓箭 他一跃而起 但事情仿佛并没有这么简单 魔物的身体结构是抽象的 取下他的手机也没有任何效果 而且不仅是帕斯迪欧身体自我挥风 士兵们也一个接一个的复活 原来他是无头骑士 他旗下的军团全是不死 普通的伤害是无法将他们击杀的 面对第二波攻势 男主虽然也能轻松将他们逐个击婆 但他终究是人类 他的魔力也是有限的 一个个不死毒将士拿身体跟他消耗 甚至有弓箭手在暗处刺杀防不胜防 这样下去只会被无限消耗而死 既然尸体不消散就会一直复活 那他想到了个好办法 他使用出白魔法 被他照射的不死毒全部毁烟消云散无再挥 而另一边他的美女上司瑟菲洛也及时摆到 他带着第七军团从外围杀入 男主的手下们也相继赶到 不一会的攻处局势大变 而魔王虽然被暗算 但那种伤害根本破不了他的防 他之所以没出现就是想检验男主的强度 见到男主拥有和帕斯迪欧决斗的能力 所以才现身 他给对方一个机会 于是 他们决斗的二番战开始 这一次是实打实的生死战 不过帕斯迪欧毕竟是军团长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男主面对他的无脑猛攻也有点败下阵来 帕斯迪欧想乘胜追击 并向男主射出雷射激光 情急之下男主召唤出专门对付魔族的白魔法 瑟菲洛有点惊讶 他是什么时候学会白魔法的 为什么魔王大人居然一点都不感觉到意外 画面来到男主小的时候 那是他被恩师龙贝克捡回来的几年后 对方毫不吝啬地将所有的知识和魔法都传授给了男主 还每天叮嘱他认真学习 那时的男主也是相当好学 他见到花草会枯萎 于是便询问是否有能够让枯萎的花恢复的魔法 龙贝克耐心地回答他的问题 这属于白魔法的范畴了 但这对于魔族来说是非常难学的魔法 因为它根源来自慈爱之心 纯洁且关心他人的心 而这正是魔族所缺乏的 不过你本人是人类 或许有机会 但你要记得 白魔法对拥有魔力的人来说 是比任何刀剑还要可怕的东西 所以就算你学会了白魔法 也不要轻易在他人面前展示 解决了第三军团团长后 虽然有点出乎意外 但这结果让瑟菲洛非常难 男主也知道瑟菲洛是为了检验他的成长 所以才没有选择参战 而是在一旁掩护他 但对于魔王来说 第三军团凭空消失了一名领导者 这个空缺需要有人来弥补 而男主正是不二人选 自己亲爱的下属忽然要变成直属于魔王的手下 瑟菲洛心中莫名的战友欲迸发出来了 虽然他一直向魔王争取 但最终还是要看男主的意思 男主并没有想要成为第三军团团长 他也不舍得自己所管辖的领导 他领地的居民们慢慢地习惯了新的城镇 他的部下们也习惯了和人类相处 人族与魔族一起合作共同修建城镇 居民们推车力气不够的时候 魔族会来帮忙 魔族累了渴了的时候 居民们也会送上食物和水 城镇那一片祥和 并且他曾经败入瑟菲洛门下之时 就许下过诺言要建立一个人族与魔族共存的世界 现在他也正为了这个目标前进 男主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才刚在魔王面前夸下海口 要将自己的领地打造成魔族和人类共存的第一个城镇 就接到了属下报告 猪王同盟军已经开始行动了 就在昨天晚上打算进攻阿雷斯的魔族第二军团被消灭了 要知道第二军团里都是出类伐萃的魔族 没想到竟然会惨犯 男主没想到诸王 同盟军这么快就发挥了作用 按照对方行进的路线 下一个目标恐怕就是自己的领地 指引魔王军夺回的阿森诺是很重要的据点 同盟军要是想占领那 就必须攻打位于最前线的自己的领地 论个人实力是魔族占上风 但同盟军的士兵数量和团结的攻击会让魔族陷入狗战 要是自己领地被夺 同盟军的兵力在集结火力攻打阿森诺 届使兵力处于劣势的魔族军肯定守不住 这样的话魔族军就只能推到魔王所在的德沃贝尔格 最后被逼到走投无路 男主想创造魔族和人类共存的梦想也会随之消失 为了保住自己的梦想以及弥补兵力差距 只能使用步枪了 不过用炼金术量产步枪的想法有些不现实 炼金术师也尝试仿造了几把 但只要射击一发子弹 整个步枪就会坏掉 用炼金术重现精力构造是有极限的 威力和耐用度都只能做到仿造体的程度 而且威力也很弱 但想对付同盟军的兵力 需要人人都能使用的武器 步枪无疑是最好的 选择 不仅威力大 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但想要量产的话 就只有把金属和木头做出来的零件一一组装起来 可这么惊喜的活显然不是一般人能办到 如果有那么就一定是矮人 大矮人在战争中输给人类后 便在世界各地流浪 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族群 想要量产 就需要很多矮人 那么管理就是个很大的麻烦 对此男主早有想法 只要救出被关在伊斯玛斯王国的矮人王君特 也许就能做到 于是男主就派出了自己的魅魔前去营救 虽然就是救出来了 但矮人王对于魔族 为什么魔族要救自己很是一个 面对矮人王的一再询问 不耐烦的魅魔只能利用魅惑将矮人王淋淤 接着让一起来的朱统领将矮人王君特带走 虽然男主让两人不要被人发现 但爱搞事的魅魔怎么可能听话 魅魔的战斗方式就是特殊 虽然朱统领一再强调不要进行无味的战斗 可魅魔就是装傻冲额 这也让朱统领的好脾气消磨光了 扬言要将事情全部告诉给男主 在处理了巡逻的士兵后 两人本以为可以顺利返程了 可不料一出牢房的大门 就看见了周围数不清的士兵正在看着两人 眼看无法悄悄溜走 魅魔也只好运出了大招 而男主也在高处看着这一切 虽然已经告诉了两人不要被别人发现 但自己这两个手下搞事情真的是一绝 再就回了矮人王后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休养 君特也睁开了眼睛 在看到男主的时候 君特询问带自己离开监狱的理由是什么 而男主没有多说 只是将步枪交给了君特 并询问能不能做出相同的东西 君特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 看似简单 构造却很复杂 但对于矮人来说这都不是问题 不过君特并不打算协助魔族 只因魔族和人类一样 都只是想利用矮人罢了 男主也没有多说 只是让君特和自己走 等在街道上看见魔族和人类和平相处的样子 君特有些惊讶 男主这才将自己想让 魔族和人类和平共存的理想说了出来 并希望君特帮助自己 虽然很是有趣 但君特无法理解 只因人类无所不用其机利用矮人义服 最后害得矮人王国 最后只能在世界各地流浪 变成无家可归的族群 为什么自己一定要帮助这样的人呗 他们的和平和自己没有关系 可男主只要君特帮自己量产步枪 就像魔王建言 帮君特重建矮人国 但君特却认为男主在开玩笑 没有人民的国家要怎么重建 自己失去了重要的人民和家人 还有所有的一切 男主表示并没有开玩笑 并让君特亲眼确认 于是便带着君特来到一个房间 这里是 正在工作的矮人 君特不敢相信这一切 自己的家人和人民居然都在这里 在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君特也不再坚持 而在某一处的山谷里 同盟军的首领在属下口中 得知了矮人王被魔族带走的消息 虽然不知道魔族有什么打算 但他并不觉得居然那种老头能做事 再从侦察员口中 得知男主的领地只有500英里 虽然陆陆续续有其他不死旅团前来增援 但自己这边可是有12个大队 总共12万人 既然优势在亡 那么就不用等了 这个魔族女上司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男下属居然还是一个发明家 他不仅在冷兵器盛行的年代制造出了步枪 组建出了一支战力惊人的特种小队 还研制出了蛋炒饭 让将士们大饱口福 而在这之前 人族在采取了诸王同盟的策略后 他们连战连结 这一次他们将矛头瞄准了男主所管辖的礼 经过几率的观察 他们推测男主这边魔族士兵不会超过5000人 而他们12只小队加起来可整整拥有一万2000人 两边战力如此悬殊 司令官自信满满 这场战争完全没有输的可能 另一边 经过矮人族夜以继日的努力 他们成功制造出了大量的步枪 并且部分已经投入给了士兵们秘密练习 在猪头人的引导下 大家也渐渐熟悉了使用方法 在瑟菲诺的帮助下 他们的弹药也准备就绪 大战在即 男主召集各大干部做最后的战斗部署 这次的对手是拥有上万名士兵的诸王同盟军队 相应的我方在此集结在第七军团的士兵 大约只有2000人 要弥补如此大的兵力差距 我们应该采取的方针是速战速决 将我方损失压缩到最小 同时让对方丧失战役 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武器的优越性 让他们来攻打这座城池 在对方士气达到最高点时 在一网打尽 越强大的军队在优势转为烈士的时候 越容易分洞离析 为了鼓舞将士们的士气 饮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食物的制作一项是由沙地负责的 而现如今一下多了这么多人 那就必须要准备一种既能吃饱又方便制作的食物 男主在研究菜谱后 发现蛋炒饭就是一种不错的食材 刚好今年粮食的收成也不错 只是稍微看过菜谱 沙地就胸有成竹了 先在锅中加油烧热 再加入准备好的鸡蛋 最后再把煮熟的米饭倒入 大火炒至金黄色即可 这朴实无华的制作方式 炒出来的食物却相继扑鼻 大家还是第一次见到蛋炒饭 猪头人闻着味道就过来 莉莉丝也相继赶到 吃过后都纷纷大家赞赏 想必下面的士兵们也都能接受这种食物吧 几日后 人族大军兵临城下 男主这边也早早做好了准备 本就傲慢的人族将军 他见到魔族的规模居然比想象中还要小 更加肆无忌惮了 这场战争将会是碾压 在副将的一声令下 大军发起了冲锋的号角 后方的投石车以及弩箭也纷纷射出 好在男主及时召唤出了魔法屏障 密集的火力覆盖也无法渗透其中 但这种防御也好景不长 人族这边也有魔术师的存在 在不断的抛头之物的时候 人族魔法师蓄化了男主的屏障 防守被打开了缺口 人族将军也乘胜追击 当对方快要抵达城墙下时 魔族这边也开始投掷石头射弩箭 人族士兵虽然损失惨重 但这不过杯水车星 双方兵力差距过大 攻下城镇也仅仅是时间问题 不过傲慢的将军已经等待不了 他想在晚饭前解决战斗 于是也不管自己这边的士兵 再次无差别的投掷石头和尾箭 配合魔术师的魔法蓄化男主的屏障 城墙瞬间被击溃 男主这边将士们死伤无数 第一波冲锋的人族士兵也几乎无人生还 男主没想到对方居然这么狠 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而这也成功激怒了男主 但人族将军不仅毫无回忆 甚至得意满满 他见到城墙被打开缺口 于是便发起了第二波冲锋 这下战场由投掷物的最轰战 转变成了妥妥的白刃战 人类指挥官怎么也没想到 魔族中竟会有如此强大的法师 仅平坦一人就让人类联军损失惨重 原本平坦的土地不仅开裂成了大峡谷 就连偌大的战场也被分割开了 然而就在不久前 人类联军指挥官还在悠闲地喝茶 他们手握绝对的兵力优势 因此在他们看来突破魔族的城池只是时间问题 另一边男主看着几方的伤员越来越多 意识到是时候发起反击 率先出阵的是人狼旅团 作为失血的魔族 他们拥有极强的爆发力 仅仅不到两分半 城墙上的人类士兵就被禁术压制 剑状有士兵开始呼叫增援反击 但这反而致使他们成为了铁炮队的伙伴 在两轮的子弹骑射过后 士兵小队长见状不妙只能下令撤退 此时人狼旅团长还试图追击 但身后却响起了号角声示意他停手 原来这一切都是男主的战术安排 尽管魔族的个体战斗力强 但面对六倍数量的人类联军 终究不可能进行十九作战 因此男主安排各个旅团轮流上阵 以此发挥魔族个体最大的力量 同时男主将最危险的任务交给了克里丁娜 他需要利用自身的炼金术 在修补城墙的同时吸引敌军的注意力 此时在配合铁炮队的火 敌军必定会集中攻击他 虽说开战前克里丁娜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局务 但男主却并不打算舍弃任何一位游侠 他致死之中的目的都是为了减少伤亡 此时另一边人类联军还在装填投射车 怎料下一秒天上去忽然落下巨石 并将投射车砸得嘴碎 原来男主给兽牙旅团的定位是游击队 远距离骚扰正是他们的强项 早在开战前男主就已经派出赤后 不仅探明敌军兵力超过一万两千人 同时得知敌军首领出身于历史悠久的贵族世家 不仅胆小而且总是把自己的人生和安全摆在最优先 因此男主打算亲自出手对付这位指挥官 至于瑟菲洛团长 男主则安排他去拖住敌方的后备军 此时正面战场已经陷入了胶着之中 男主将每一张牌都用得恰到好处 一次又一次的击退了人类联军的进攻 面对这种战狂 人类指挥官坐不住 要知道他的兵力是敌方的树北 要是连区区一个魔族边境要塞都无法拿下 传出去他的名声必定不保 于是他不顾复官的反对 下令全军突击 同时为了提高士气 他打算亲自带头冲锋 就这样人类大军倾巢而出 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脚下的土地会突然间开裂 剧烈的震撼致使敌军四分五变 同时男主抓住了落单的指挥官 此刻他明白只需杀了指挥官战争就能结束 但男主却并没有这么多 反而表示指挥官只要下令撤退就可饶他一命 忽然矮人王在背后出现偷袭指挥官 一斧子就险些将他送走 原来当初毁灭矮人国的就是这个指挥官 目前就是矮人王复仇的最佳时机 见状男主立马出手限制住了他 或许是感受到了矮人王或真价实的杀意 指挥官当即发出信号下令全军撤退 至此这群乌合之众溃不成军 男主的军队也在破小时分迎来了胜利 刚刚是矮人王配合男主演的一出戏 目的只是为了尽量减少战争带来的死亡 虽说明知这是放虎归山 但男主却并不厚 此时城内的魔族与人类一同庆贺着这场盛美 众部下也抱着男主争抢功劳 另一边后备军首领正打算和瑟菲洛交手之事 却忽然收到了撤军的消息 这个男主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只是随手救了个大小姐 对方居然就对他一见钟情了 甚至向他求婚 而在这之前 男主虽然成功击败了同盟军 但这个胜利也只是暂时了 不久后人类应该还会对魔王军发起全面进攻 而要面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战 物资将是一大问题 在你的管理下 这个城镇的粮食产量确实变多了 但还不足以攻击整个军队 所以我想派你去泽诺比亚 去和联邦协商贸易条约 相変而言之 无理难道 得知男主要去泽诺比亚的中心 二人组都自告奋勇 想要跟他一起去 但这次他是要以人类的面貌去谈判 肯定不能带着两个 于是便以城镇战后可能会发生混乱为演 让他们两人留下来帮助瑟菲诺一起管制城镇 不过这次倒是带上了杀子 这是他第一次和男主一起出远门 莫名的感觉很幸福 而男主之所以会带他一起 也是因为这次谈判的特殊性 泽诺比亚是一个极为繁荣的贸易都市 拥有着魔王军所需要的一切物资 但是从古至今从未有过魔族和人族成功达成契约的案 找沙地一起同行 就是为了展现人类和魔族和平共处的一面 希望能够起到不错的效果 毕竟这次谈判的成败可能决定着人魔大战的成败 忽然前面的动静引起了男主的注意 人类贵族遇到了恶名远良的红胡子海贼团 护卫们根本抵挡不住这么多海贼的攻击 瞬间被全部砍倒在地 剩余的海贼们不信邪还想要接着战斗 男主也不拖泥带水了 直接一口气将他们给全部控制住 之后 他还顺带用治愈魔法给护卫们疗伤 本想做好事不留名直接转身离开 却忽然被大小姐给留住了 这下可不能走了 这女孩绝对有大用 刚好还能一起前往目的地 自从被男主救了后 琉莉亚完全被男主给迷住了 她将两人带到了她母亲的办公室 男主调查过此人的信息 她是管理泽诺比亚的评议会会场 也是贸易联邦的盟主 拥有极强的能力 完全就是靠着自己的实力爬上这个位置的 幸运的是自己救了她的女孩 希望这一点在谈判上能取得一些优势 对方果然能力非凡 将女儿支开后 她一眼就识破了男主的身份 她调查过相关的信息 知道魔王军有一名强大的魔术士伪造身份来到了这 通过我的手下得知 你兵不屑任就将打劫的海贼们全给控制住 泽诺比亚从未出现过如此强大的魔术士 所以不难判断你就是魔王军的那个人 那么你一个魔族的人来找我是为了什么呢 既然被发现了 男主也不装了 直接表明来的目的 我们魔王军想要与你们签订贸易条约 魔族想要和人族合作 这种事情闻所未闻 你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人类吗 和你们合作岂不是害了人类 男主解释道 之前魔族确实有过这种想法 但现在不是了 他们之所以要战斗 是为了让人类和魔族共存 现任魔王确实和之前的魔王不同 有着不错的风品 但他依旧不相信魔族 谁知道你们会不会忽然倒戈 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 男主知道他们正在为红胡子海贼团而犯愁 他可以出手解决这个麻烦 这可说到重点了 这些年来 红胡子海贼团给泽诺比亚带来了太多威胁 他们目前造成的金额损失 相当于一座城市的年度预选 放着不管损失只会越来越大 到时候我的盟主之位也会岌岌可危 既然如此那我也考虑考虑 但有两个条件 他觉得男主又聪明又诚恳 以后在魔王军的发展肯定不会差 提前将自己的女儿嫁过去 和他打好关系倒也不是件坏事 但还没等男主做出回答 门外就传来了噩耗 红胡子海贼团已经从港口入侵了 守卫们完全抵挡不住海贼团的强大火 男主连忙赶往但还是晚了一步 对方迅速抢夺了即将要出行的船只的粮食和物资 然后消失的无影无踪 男主就下了被压在石块下面的手 对方介绍到虽然红胡子海贼团只有一艘船 但是他们的船长是一名诡异的魔术师 会在意想不到的时机发动偷袭 完全无法掌握他们的行踪 男主分析一番后 那我们也只能守住待拖 瞄准他们下一次偷袭的时机提前布下陷阱 沙蒂觉得自己在这里也没什么用 于是便来到了厨房给大家准备午饭 尤利亚得知了母亲准备将自己嫁给男主的事 于是便找男主商量 男主还以为对方不同意 于是表示他可以去和他母亲解释 刚好自己可以脱身 暗中观察的沙蒂非常羡慕这个女孩 才刚认识不久就敢向对方求婚 虽然她也喜欢着男主 但从来不敢表达心意 看着这种场景 她莫名的感觉很难受 于是便跑到了集市场 她觉得自己能做的就是为男主做好每一餐 毕竟自己只是一个女仆罢了 由于沙蒂和尤利亚长得太小了 搞得红胡子海贼团的人以为她就是大小 于是偷偷将她绑到了船上 想着这次她可是立大功了 说不定能升级做副船长吧 这个魔王军女上司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只身守城让男主出去是为了谈判的 结果对方不仅跑过去谈情说爱 还整出了个修罗吵 而在这之前 瑟菲诺他们中了国王军的圈套 虽然他率军攻下了一座城池 但城中并没有任何粮食和资源 并且当他们进入城镇之时 周围就被人族大军给包围了 现在他们就是瓮中之鞭 再继续等下去也会活活饿死 不如殊死一搏 他准备只身前往挑战整个人族大军 另一边 男主的小女仆沙蒂因为和大小姐长得太像 被红胡子海贼团的成员绑架 当他醒来后想要趁机逃跑时 绝望地发现自己已经在茫茫大海上了 眼前的就是红胡子海贼团的船长 小喽啰想要用沙蒂来邀功 但船长一眼就看出这人并不是泽诺比亚手掌千金 不过他也不挑口 刚好自己缺一个女 男主从护卫的口中得知沙蒂被绑架 他连忙请求手掌借给他一艘船 他要前往救援 手掌觉得这是他的疏忽于世 便将自己最好的船借给了他 在船上男主回忆起种种过往 虽然出见之时只是意外 但随着长久的相处与陪伴 渐渐沙蒂在他的心中已然是非常重要的人了 海盗船上 船长并没有特别难为他 只是让他按照自己的喜好打扮成女仆的样子 沙蒂见机也是尽量拖延时间 因为他相信男主一定会来救他 他一边做菜一边寻找可以逃离到外面的方法 他以做菜调味为由 让监视他的海盗给他一些高浓度的酒 随后他再将酒倒进沸腾的油锅里 导致锅中起火 当对方过来救火的时候 他在趁乱溜走 但他也知道在茫茫大海上 想要就这样逃走是不可能的 他忽然想起了当时在镇子上守卫说过的话 红胡子海贼团船长神出鬼没 要是能够定位就好对付 于是沙蒂用一旁的蜡烛点燃了整个海贼船 希望这样能够引起男主的注意 但他也因此失去了大部分躲藏的地方 想要躲在桶子里 但马上就被嗅觉灵敏的海贼们发现了 虽然他伸手敏捷逃过了奔海贼的抓捕 但始终是逃脱不了会魔法的船长之手 对方表示并不会杀他 但作为一个坏女仆必须接受惩罚 他要将沙蒂逃跑的双腿砍断 千钧一发之际 好在男主及时赶到 小女仆才免于疑难 男主轻描淡血用魔法将海贼们抛进大海中 一旁的沙蒂虽然一直期待着男主来救他 但真当这一刻发生之时 他的心中却生起了疑惑之情 我只是一个女仆罢了 明明是呼之急来抛之一可的存在 你为什么会花这么大代价来救我 男主顺带还表扬了沙蒂点燃海贼船的做法 自己就是因为这个才发现他的 但危机似乎并没有结束 红胡子海贼团船长从身后出现 他的实力不可小视 他召唤的魔法也威力惊远 男主由于要保护沙蒂无法完全施展身手 只能一边防御一边逃跑 但他毕竟是魔王军最强魔术师 稍加调整后 他释放出超位魔法 这次不仅将沙蒂完好的救了出来 还顺带解决了红胡子海贼团这一大威胁 女首长埃尔托非常惊叹男主的手段 按照约定自己答应和他签署贸易条约 只不过接下来的所有条约都必须保护 不然被猪王同盟发现了 他们这个小小的商业联盟可抵挡不住 为了庆祝剿灭红胡子海贼团 埃尔托开启了庆功宴 男主也首次换上了人类的礼物 大小姐见到男主直接热情地哭了上去 沙蒂细心地帮男主调整礼服 见到这一幕的大小姐 心中忽然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进入会场后 男主忽然感觉有点奇怪 因为大家都在讨论他和大小姐的婚事的相关话语 而当他见到埃尔托之时 对方的话语让他更加意外 原来所谓的庆功宴居然是他和大小姐的婚姻 今天埃尔托就想让他们两个生米煮成熟饭 我们签下了条约 如果你不和我女儿结婚的话 那所谓的条约可就作废了 正当男主为此犯男的时候 忽然一道光球闯入会场 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魔王军女上司 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居然有一天会沦为人主的阶下囚 但经历过大风大难的他早已无惧生死 而当他知道对方抓他的真正目的是他的男下属之时 他开始破防了 他不想让男主因为他而中敌军的圈套 想要一心求死 而在这之前 瑟菲洛中了人族同盟军的圈套 其手下的将士们几乎全部被击捆 就连魔族最强炼金术士也被对方的魔术士给击倒 正在被迫和泽诺比亚首长女儿结婚的男主 收到了来自魔王的消息 对方让他亲自去营救瑟菲洛 刚好这也给了他将婚礼延期的礼物 处理完这边的事情后 他带着小女仆连忙传送回到了自己的屋 换上魔族的衣服后准备去救瑟菲洛 得知男主回来后 猪头人连忙进来汇报 这段时间同盟军也曾攻击过我们这座城市 好在有一名强大的神秘少女出现拯救了我们 他一个人就击败了众多的敌人 将同盟军击退 说到这个男主瞬间明白了他是谁 也知道魔王的意图是什么 对方肯定是让他专心去营救瑟菲洛 他的领地魔王会亲自守护 经过猪头人的盘点后 男主这边除去受伤的战士们只剩下五百人能够继续战斗 而包围瑟菲洛的同盟军可多达五千人 这怎么看都不算是能够打赢的战役 当男主准备殊死一搏时 门外的矮人王前来报恩了 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打造了一把支步枪 并让矮人族的族人们勤家练习 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战斗能力 希望男主能让他们一起去救瑟菲洛 因为在他们拘无定所的时候 男主给了他们一个家 这段恩情不可能不报 他们可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而且矮人王坚信只要帮助魔族赢得战争的胜利后 男主一定会履行承诺帮他们重建矮人国 于是不双方正式达成了合作 忽然一群人族百姓找到了男主 他们也想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因为前任领主收取的税金非常之高 百姓们被压迫得苦不堪言 自从男主管辖这片领地后 他们的日子变得愈加繁荣 而且在上次被同盟军袭击的时候 魔族将士们也奋不顾身地保护了他们 他们相信男主能给他们带来光明的未来 无论如何都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男主见百姓们有这份心力非常开心 但还是不能带着他们冒险 于是便决定兵分两路 让大部分百姓们镇守城池 他带着魔族将士们以及矮人族前往营救团长 而瑟菲洛这边 由于士兵们人数差距过大 只能苦苦支撑 而且他也不能随便使用魔法 因为这样可能会波及到寿人战士们 必须要到达能够眺望城外敌军的位置才行 但他的路线被人族魔术师发现 对方偷袭将他击倒 虽然这群人不是他的对手 但连续多日的奋战让瑟菲洛多少有点体力不止 当他来到敌军阵营前方之时 他用尽全身力气开始吟唱大招 正当要完成之时 不幸被远方的人族将军一箭射中 然后从城墙上掉落 昏迷不醒 被敌军生情 自此瑟菲洛率领的魔王军几乎全军覆没 被俘虏的魔族将士们遭受到了魔术师的火星 对方想要让所有魔族全部消失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瑟菲洛 即使在牢狱之中也没有丝毫的惧怕和慌张 而当他知道对方生情 他的目的是自己的男下属之时 他有点崩溃了 他不能接受的是自己 居然成为了引男主进入陷阱的肉 他想要求死 不想拖累男主 男主率领布下夜以今日的党老战场 但他并没有贸然发起进攻 只是在城外扎营 这段时间内 矮人族还在不断地制造弹药 以及训练部分人族精英和魔族战士们使用过枪 并让猪头人前往探明周围情况 当他发现瑟菲洛的衣服被挂在城门上之时 连忙将此情报汇报给男主 男主见到后虽然很生气 但很快就明白了这明显是个圈套 而且据猪头人的情报 敌军司令尔多雷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名将 男主则断定对方肯定是想要一口气 将所有魔族将士们一网打进 所以被当成诱饵的瑟菲洛肯定还活着 但即使这是个圈套 他也要前往营救 他不想让瑟菲洛继续在敌军监狱受到更多的威胁 我会呗生的